字幕提供 新淫頭巳 終於到慶祝了 Martin和華叔的之爭 我們繼續講 立刻想起東邪西獨 南帝不愧的那些 話生論劫 那些老人家 你是否明左實右還是明右實左 我不會對豪入座 大家都知道我性格 如果你說在 共產黨下左的話 那我當然是明右實右 即是看共產黨站在什麼位置 你不需要爭論 站在對面 共產黨對我贊成的 例如你一國兩制我什麼時候回到六國 其實回歸前 很多事情我跟他們談回來 譬如中心庭借在香港 中心庭在外國請法官 我跟中聯辦 我跟副社長談 但是這些事情 所以那些人說我逢中必反而愚蠢 根本 那些事情是大家一齊 一致的 只是他背離了他對香港的承諾 我就跟他分開了 現在我跟他爭論了什麼 民主你給了我 不是我自己要的 聯合聲明寫了 你有承諾 我現在看到你兌現 那你都給不出 那我當然不肯 聽說那個還是李柱銘嗎 那個還是民主黨嗎 那你就對著個案 喂 是應該對著個案 那些入場上 華叔說要反倒退 我們一定要儲備自己的力量 那你五居公投 其實就是自我削弱的策略 怎會呢 又沒有錢 你一定要當有錢 一定要籌款 如果你沒有錢 當然沒有 那我沒得做 但是市民現在都沒有說 要五居公投 走下去問都說 都不知道 所以馬名 現在太早了 又不是叫他現在遲 特首的方案都沒有出 市民都不知道他有沒有出 如果真的出個好的方案 那傻傻傻怎麼辭職 什麼事 莫名其妙 人家說你 所以現在我們想 是想遠幾步 如果 好像我們這樣估計 真的沒有了道 那我們做什麼呢 這就是其中一個方案 所以這個方案 我覺得是完全可以考慮 但是到時真的這個最好 未必 可能人更加激進 喂 我們要絕食 或者說我睡電車爐 是 看時間 到時來到 市民的反應怎樣 我們大家再 就算現在的決定 都不是最後的決定 但是市民 你真的不遲 又不覺得有什麼 那你很難 detect到民意是怎樣的 其實 暫時是不行的 我可以說 香港市民 未試過令我失望 是 他們去到重要的時刻 他們就站出來 你不需要叫他們 老實說 你叫他們有多少 我經常都說 如果民主黨用了全力 有一天 譬如下個星期一 我們有三個月準備 萬一叫市民 什麼日 我不知道 隨便一天 譬如7-1就不同 7-1自然遲 6-4不同 10-1都不同 但如果好地地 譬如說 10月20日 莫名其妙 整個日子出來 叫市民上街 那些民主黨 怎麼會有五萬人上街 當你民主黨 全靠下去 做這件事 差點 全靠下去 大家都在等你 沒錯 等了很久 李柱銘的第一次 應該是 全靠下去 好 那我以下 這個真的很敏感 懂聽就很敏感的題目 不懂聽就覺得沒什麼 就是這個 民主黨內 會覺得 喂 阿白 你這麼有地位 你有沒有知道 出一句聲 單聲 不是令到我們現在的中委 中常委 主席很頭痕的 大哥 你忽然爆了一腳 傳媒 令到我們的人哥 達哥那些 全部又矮兩寸 我這分鐘 很矮的了 是啊 再矮兩寸 隨時 那你會不會覺得 構成壓力呢 對現時的民主黨的力量度查 你們兩位老人家出聲就好 是啊 那就更加不需要擔心 為什麼呢 如果你說我們兩個老人家 我不認老的 是啊 七十一歲 你說我們兩個老人家 是不同意見的嘛 那他們就很骯髒 現在兩個意見都不同 那就更加好做 如果我們兩個站在一邊 反而你們會有壓力 如果真的站在一邊的時候 那就很糟糕了 雙劍合璧 那如果去到最最後 所有人都站在那邊 有什麼問題呢 是啊 如果民主派一起站在那邊 有什麼問題呢 或者站在那邊 有什麼問題呢 那原來真的 你的問題太容易回答 是啊 我也是幫一些中士答 是嗎 很尖銳嗎 我覺得很尖銳 尖銳就算了 那我想問一下 你有什麼東西給民主黨 新一代 或者民主派的人 因為我見到可能不准的 越來越軟 好像很想妥協沒有問題 即是Martin也說過 即是不斷向下波走 即是共產黨的力量 是吧 談就沒得談的了 因為他想統理 是吧 你說兩個對立化 好像沒什麼出路 上一集你問我 我們應該怎麼走 沒錯 我覺得呢 現在就 一直跌下去了 其實這個現象 這個跌下去 現在我們的社會 是 一直在倒退 一直在倒退 不過暫時都不是很急 跌得很快 慢慢的 其實是預了的 回歸前 我記得回歸那一晚 我自己 我們坐在立法會外面的時候 是不是要上去上去 是 那時在想的時候 我就覺得 一定跌的了 一定沒有法治各方面 都不能夠好過以前的了 民主 就是例外 因為港英政府沒有給我們民主 是 民主應該這樣上 但是 共產黨控制的時候 會不會真是 交足貨呢 當然有疑問 現在就不是這樣上了 民主 一直這樣立著 還慢慢下 即全部都下 全部都下 問題就是 我們仍要堅守 我們那些基本的原則 基本的支柱 最重要的 例如法治 自由 民主 一定繼續爭取 好了 希望呢 香港在那裡跌的時候 去到 真是大家接軌了 一國一制的時候 是不要跌得那麼低 是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對國家一樣重要 對內地一樣重要 因為鄧小平 我上次分析了 鄧小平都是想香港 帶著他上的 所以他50年不夠 多給他50年 即是說我不想 你一拔下來 就跟我一起 我們一底下 中國一底下慢慢上 香港就在上面 一直這樣上 那麼有排 如果他一拖你進來 這樣接軌呢 對中國有什麼好處 他想我們繼續在上面 那現在原來不是 我們都在跌 但是他又在上 那接的時候呢 希望 看看那點在哪裡 如果是很低地這樣接 跟相當高地這樣接 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現在爭取就是要 希望接的時候呢 不要跌那麼多 所以一定守住 不要讓他跌那麼多 希望那時候接軌了 你怎麼搜呢 那你講得好 那不是 所以我們不能夠 你怎麼搜呢 所以我們 譬如說 爭取民主 我們幾大都努力 用盡全力去爭取 不是 現在很實際就是 河蟹社工事件 它將制度 contract化 或者在很多東西裡面 是令大家河蟹 上兩集我們講過教會的問題 都是這樣 那你叫我們這些 即是比較年輕 怎麼搜著呢 怎麼沒得搜呢 他又要統理 要女人有女人 要錢又有錢 要打記者 打完記者 都沒有繼續跟進了 我看現在 就得反映 是嗎 又訪一下黃絲就算了 那你調轉看看 是呀 如果你是中南海的領導人 是 你看香港 他就想著 回歸後十年就碰了 是 所以基本法律社呢 限制民主發展 是限制十年 沒錯 沒錯 為什麼現在要押後 即是手撈著 人心未回歸 梁振英都說的 人心尚未回歸 意思是什麼 即是說香港人 還是堅守立場 堅守原則 所以還是投票的時候 仍然投民主派的人 如果內地的領導人 就覺得 喂 民建聯這幫傢伙 論盡 要錢我們給錢 什麼人物都給你 你都不生氣 搞不定 是呢 如果你這樣看 就覺得我們其實是守得不頑 是嗎 即是場球 即是場球還未被人攻入 就算你一直控制球 我還未輸球 不過我整體呢 我比馬登的悲觀 雖然我們守了二十年 但慢慢的樣子是守不住的 是守不住 譬如你教育 你去跟那些年輕人說 其實很悲哀 你問那些大學生 什麼叫六四 叫他用二十個字說 我上兩個禮拜 我上兩個禮拜 跟阿快彬去港大 去講一些社交運動的事情 那講一問問那些人知不知道六四 形容不了什麼叫六四 即是差不多 連說什麼叫李柱銘 都好像都不知道什麼 那條呢 條路怎麼走 即是很麻煩 這些也是不奇怪的 因為他現在已經在洗腦 在我們的中學生 是呀 所謂外國教育 其實只是洗腦 好了 那這些一定是這樣做的 但你要想想 仍然有些學生是很堅定的 譬如六四 今年的六四是很多年輕人出來的 是呀 不止還有國學那些 是呀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灰心 是難 是 大家應該知道是難的 誰告訴你容易 是 在共產黨統治香港下爭取民主 是 怎麼會容易的 是嗎 但反過來 太容易的又不過癮 是呀 這麼難爭取 最後我們爭取到民主的時候 是很可心的 即是條窄路 而且你又看遠一點 因為上面現在他們自己都是黨內民主 為何有黨內民主 為何是民主 為何是民主 你就是一黨大了 他覺得都走不到 即是他都感覺到是要這樣做 他都感覺到是要這樣做 是是是是 好了 這一節就肉霸不能真是 我們再講一節 做了Martin多一節的時間 好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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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